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近在运通 欢迎准收看 稳超胜券节目 那今天的大盘下跌了51点 那家权指数 收在所谓的8282点 那是属于一个高档修正 第一个交易日 那第一个交易日的话 就跌破所谓的五日均线 那目前为止 这个持续修正的一个趋势 并没有改变 但是你长期收看颜老师节目的 我相信你在节目里面 都可以得到验证 我们都是事先讲 我们不会跟各位马后炮 事先能够先行判断 这个大盘从低档区 这个所谓的波段的一个涨幅 来到所谓的769点之后 建高档之后 那就要进行所谓的多方修正 这个就是所谓的多方跟空方 循环式的一个操作 那低买高卖 拉回找买点 我相信这是一件 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不能说用一句 所谓的拉回找买点 就轻松带过 到底什么时候该买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所谓的看盘的一个方法 我们先来看到颜老师这张字卡 这张字卡在22号 我们在节目里面就先行的预告 因为这天的一个加减指数 来到一个波段的一个高点 好 我们在那边写了 4点重要的来导播拉近 我们重新来验证一下 之前老师说从低档区开始 这个波段的涨幅涨了769点 那获利先行出场 我们拉回才可以去做出 买进的动作 因为老师看到所谓的量价 已经背离了 那这个所谓的操作的一个 这个节奏叫做先下 这个大盘会先行修正 就跟今天加减指数修正了 51点一样 先下了以后再上 好 那这个地方 有所谓的拉回的一个区间 我们认为在这个区间的同时 你要会买也要会卖 那第二次的操作的话 如果说你认为你是有缘人的话 你可以一起来参与 但是今天节目的重点 我们会先摆在所谓的开盘八法 那开盘八法告诉我们 三高跟三低都是转折 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要回到上个月的25号 上个月25号在低档区 开出来的一个盘叫三点高盘 开出来之后 这边有500点的一个波段的测幅 这个就是说开盘八法里面所独创的 这个叫做等距的测幅 从最低点的一个收盘价 7894点 加上一个波段的一个所谓的延伸 刚好就来到所谓的8394 那这波的一个高点来到8396 这个等距测幅测量的非常的准 那我们在农历封关年前 我相信在低档区 我们都有做出个流张的动作了 那目前为止 我们手动股票也不多了 低买高卖 因为在从这边 涨到所谓的波段的高点 上涨了769点 那我们也顺势的去做出一个卖出的动作 那后面的动作非常简单 拉回找买点该买什么样的股票 只要你是严老师的会员 我相信老师一定会在简讯 第一时间里面 马上的通知你 来注意到 今天的节目重点放在 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三天刚刚好 在两个月之内 按照我们开盘八法 都开出来的盘 都叫三高盘 但是三高的意义有所不同 严老师专研开盘八法 超过20年 这20年的经验值告诉严老师 所谓的低档区 1月25号开出来的盘 三高 它是属于一个波段涨幅的 一个开始点 那你如果把时间拉到 所谓的2月22号 这个三高开出来 在所谓的高档区 这个时候量价已经开始背离了 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讯号 你就要留意了 但是在今天一样开出来的盘 叫三年高盘 这个叫月底三高盘 我相信你在外面的 所谓的开盘八法里面 相关的一些书里面 应该没有机会看到 所谓的有人跟你讲 月底三高盘 是什么样的意义 我相信只要你是严老师会员 我们在所谓的口售新传里面 都会讲到 什么叫做月底的三高盘 月底的三高盘 跟着高档区的三高盘 到底这个中间的差一点 在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严老师 来到台股操作 独门的一个所谓的 看盘的一个重点 我相信之前也有帮大家 整理出来 这个开盘八法 八法十二四里面的转折 那今天你有需要的 需要这本书的 来今天最后一次的 我们以后就没有再送了 因为我们库存也有限 大概只有十位 前面十位的 你打电话进来的话 这本开盘八法 拿回家先看 先把基本的药诀口诀量价结构 包含阴阳K线先看清楚 看清楚了以后 我们再学更高阶的 更高阶的部分的话 落在所谓的等级色幅 跟所谓的3D跟三高盘 那我们之前送给各位的一份资料 来验证一下 那这份资料里面 总共有四档 总共有五档股票 我们打开了一档 这个叫4966普对 这叫4966普对 强不强 你回答盘老师 买到这种股票 能不能赚钱 可以啦 可以啦 没有问题 应该赚得到钱 那我们今天 还要打开哪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在涨 我知道啦 但是我们还不打算打开 老师说过有涨停板的 甚至创新高的 来这档股票创新高 这档股票创新高 好我们就打开来 跟各位验证一下 来 你手中有这份资料的 你手中有这份资料的 来 你打开来跟老师一起来验证 这档股票今天 大盘下跌的同时 这档股票 还不错啦 涨幅应该超过8% 我们来看看 触控股里面的苹果干颜股 代号6456的FGIS 来 底部起涨的第一根涨停板 底部起涨的第一根 长红棒 不是涨停板 修正一下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拉回 有机会 好该怎么操作 今天大盘下跌51点 这档股票非常的强势 非常非常的强势 就跟我们之前公布的来旺席一样 单股所单 资金100万到300万的 你只要看到这档股票 它叫旺席 那今天的旺席 来 还是涨嘛 这个要多放格局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 目前为止这个跳空缺口 完全没有封闭哦 那这个都是我们跟各位验证的 那最近的股票 如果说能够大涨的话 就代表它的筹码面是比它干净的 来 之前跟各位讲的 来6462的来 神盾 这个尾盘到底是谁拉的 你要找对人 绝对不是阎老师 绝对不是阎老师拉的 你要看一下投信法人 他们的买卖超 那这档股票 最近三个交易日以来 应该是全台湾股票市场里面 数一数二最标的 那会不会成为 严老师今年的代表座 有没有机会 这是22号的神盾 这是昨天的神盾 这是要今天的神盾 老师啊为什么这么标 老师说了 指纹辨识的商机啊 这个效应不断的在扩大 不断的在扩大 不只只有智慧型手机啊 还包含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云端的部分 包含啊 很多的部分目前为止应用端 包含车用在内 应用端开始扩大到三个领域啊 那你比较了解的是NB的 NB包含智慧型手机 跟所谓的手持式穿戴的一个商机 它都有机会用到所谓的触控 那这个触控的渗透率拉高之后的话 这个股价比较能够得到投资人的认同 再加上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营收的部分啊 成长性非常大 未来的商机啊 非常好 所以说股价经过震荡整理之后啊 股价在今天啊 出现了红三病 但是老师要跟你讲哦 当时候在低档区的时候啊 你有沒有看到老师跟你讲的 落转僵 你看节目看那么久了 老师说你要从基本面着手嘛 好 这个叫指纹辨识的商机 拥有144项的专利 我相信这档股票哦 你看老师节目看那么久了哦 你应该都不陌生啦 这叫红三病嘛 第二次来到涨停板 老师提醒你哦 善意的提醒你 拉回还是要早买一点 好 那这个行径当中啊 股价有时候遇到利空消息 好 你就要勇于啊 进场做出个布局啊 会的权益啊 我们已经公布了四次的一个操作 这个叫做第一次我们获利了结 这个叫证据 第二次的话 哎 一樣有看到 做出所谓的价差操作 包含第三次 包含第四次 老师在这个边 都帮你做出个整合了 也就是说你每一次 每买一张的话 只要你买一张 你有价差25块 也就25000元整 那当这个股价开始 由高档修正的时候 老师还提醒你啊 落转墙哦 你要开始加油了 你这时候才知道 外资法人啊 为什么啊 这个持股比例啊 这么高 好 那这档股票啊 注意了 有没有机会啊 成为严老师啊 今年的代表作 有没有机会 我相信啊这个 这个日久见人心啊 一定要留意一下 这档股票 那你有在低档区啊 抢得先机的啊 那老师要恭喜你 老师要恭喜你 你有来拿 有来拿资料的 来 623的旺信 这边有两个跳空缺口哦 好 这个地方只要跳空缺口 没有回补哦 他多方格局没有改变哦 再一次的提醒一下 投资朋友们 拉回的时候 来 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必须要提醒你的 那这个大盘啊 目前为止啊 他进行所谓的多方修正 那当然有很多的股票 可能啊 面临到所谓的回档修正 老师特别点名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 如果说你手中有股票的 你今天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由于严老师亲自的 来帮各位做出一个持股诊断 来 先点名这个族群 他叫生计的族群 为什么要点名他 为什么 不是浩顶跌停板啊 这个族群啊 之前啊领先市场率先上涨嘛 那现在会不会进行一个补跌啊 那你手中有生计类股的啊 你要特别小心啊 你要特别小心啊 这在浩顶嘛 你可能忘记了之前啊 有操作GR的 直接跳空啊 直接跳空啊 之前操作GR的都赔大钱啊 现在啊又来一档股票啊 他叫浩顶啊 这档股票今天再打到跌停板 连续三天跌停板 三天 这个价差你可能一张 你要损失20万 也就是说你的操作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他的营收有吗 有吗 没有营收的股票股价在高档区 有人跟你讲要解盲啊 结果呢 外资啊 借券啊 做出一个放空的动作 那手中有类似像所谓生计类股的啊 那今天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老师免费帮你做持股分析啊 那你另外你需要这本书的 开盘八法的 今天老师前面十位 麻烦你直接播电话进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先布局 熟悉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态势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变运地步 智库上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大家好 我是诈骗集团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我是怎么配运的钱啊 赵佩佩 你涉及的洗钱案 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 赶快把钱汇进来 假装了你傻傻家吗 另外游戏典数用来传给我 我们就可以见面咯 是不是很容易啊 其实我还有一个结招 请您用自动提款机 来解除分级付款的设定 这样才不会连续十二期的扣款哦 钱主带 你被我骗过了吗 165版诈骗载信关心您的钱 本年是关心您啦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那颜老师在这个投股业前前扣后 最少超过了十年以上 那一路走来看到很多的投资人 那操作的一个观念 非常的 不是很清楚啦 这个耗鼎 没有赚钱的公司 这边都空白 这边还在做出所谓的 资本支出的一个动作 这种股票你买到啦 你真的要小心啊 你真的要小心啊 像之前的基亚 很多的分析师叫你去买 结果现在呢 他都不讲了 股价腰斩在腰斩 号鼎会不会走向这个模式啊 我相信哦 这个日久见人心啊 你就慢慢的一天一天看 那你大概在昨天打电话进来的 那你手中有生计股的 我相信严老师亲自帮你看过以后 你手中现在应该一档生计股都没有 手中应该一档生计股都没有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坚持啊 那股票操作要看基本面 先要看基本面再看技术面 那一定要把随着风险啊 先行啊来做出个控管的动作 那我们之前啊送给各位的 这个叫2016年第一季啊 你认为它是标马股的 你认为可以做波段的 你欢迎你啊打电话进来验证 那我们之前把这个所谓的 104年EPS15块钱的这档股票 零组件的 它叫4966的普瑞 我相信现在的普瑞 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没有投资型的价值 你买股票要买这种股票嘛 低档布局的嘛 低档布局你要卖随时可以卖 你要卖随时可以卖 今天再给你公布什么 触控股的苹果概念股 6456的FCIS 这个叫做低档开始啊 做出个转折啦 但是老师不是叫你追哦 你一样拉回可以找买点 今天大盘下跌51点 这档股票也是非常的强劲 那下一档股票可能会落在哪一档股票 来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零组件的 一样是苹果概念股的 这个FGIS也是苹果概念股 这档股票也是 那中间有所差别性 但是成长性都很大 我们目前为止要看量价结构 如果这档股票可以开始发动了 老师一样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 甚至你第一次没有验证成功的 老师让你来验证第二次 那先给你验证了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也打开了 它叫6223的旺席 这个叫做今天的旺席啦 那股价有两个往上的挑空缺口 我相信我们挑的股票 这个基本面也好 这个毛利率 盈利率 包含现金股利 营收上面的话一定是非常好的 不是挑那种烂的股票来跟你讲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坚持啦 那先给你验证这个单股所单 波段股的这档股票叫旺席 不是打开来以后 你去做出个追加的动作 你后面要注意这两档股票 这两档股票 尤其是第一档股票 现金股利6块钱的 今年有机会调高所谓的现金股利 有机会 那这档股票的话要拉回找买点 我相信我们选股都从基本面着手 从技术面去找到一个切入点 再从筹码面来去做出个研判 那你后面要注意就是大户 跟所谓的中石户准备要进场的 来这档股票 它叫做所谓的标马股 那旺系跟各位讲了 也帮各位来做出个公开的 那基本面要注意到所谓的探真卡 包含所谓的LED 所谓的三星的部分的话 持续成长的话 它对于所谓的探真卡的需求 目前为止打入到所谓的三星的供应链 它所谓的产品别 包含PC 手机 跟所谓的汽车的部分的话 应用端也开始做出个增加 你主要看筹码面要看所谓的 外资跟投信 股价不是去追楼 那老师习惯都是习惯 用拉回的时候 好 我们去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动作 那第二档股票 来 我相信跟各位也打开来做出个验证 触控面板的订单 它叫做FGIS 我相信这份资料是事先送给你的 你可以验证一下 那今天的所谓的FGIS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商机 能够让今天逆势大涨 这你要看到所谓的主动矩阵式 有机电的所谓的显示器 这个英文名称叫AMOLED 这个叫做中文的名称 这个叫做英文的全名 出国面板的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苹果 来自于苹果 因为苹果想用这个新的一个产品 所以说这个订单的部分是有机会 落在所谓的FGIS这张股票 所以说我们对于基本面的研究 我相信投资朋友们 你长期看老师节目看那么久了 你应该都很清楚了 那这个大盘你要小心 该修正的股票可能会持续修正 那你如果说之前去做出 一个最高的动作的话 严老师希望你 要去判贬你手中的股票 到底是属于多方格局 还是属于一个空方格局 那今天提供给各位 来操作的策略 后面要大赚的 你就必须要去做这个动作 太多留强 持股集中 后面才有机会反败为胜 今天愿意打电话进来的 你需要严老师帮忙的 你就直接拨电话进来 持股的问题老师说过了 我们会亲自的来帮各位 来做出个解答 那你后面要操作的股票要留意哦 我们要复制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 一定在所谓的整理阶段 这个形态整理完成之后 我们才会去做出一个买进的动作 好 像我们之前跟各位公布的 来 这样股价叫做什么 科帽 来 有没有符合我们跟你讲的 整理形态结束之后 一定要注意整理形态结束之后 好 我们才会去做出一个买进嘛 好 跟老师现在跟你讲的完全一样哦 好 那第一次买进 好 那股价来到第二根涨停满 创新高 好 那我们的简讯上面都有交代 选股要从基本面到技术面到抽码面 不是技术面突破之后 你去做出一个追价的动作 绝对不是哦 这个叫做追价的动作 好 这个叫追价的动作 那我们会在创新高的同时啊 我们会去做出一个获利入带的动作 好 包含抽码面 老师都跟你解说得非常清楚哦 那检测仪器的 来 3289 的宜特 来这张股票来 这张股票你去买了以后 能不能赚到钱 当然也是可以啦 当然也是可以啦 宜特的部分要注意哦 来 我们从1月底就开始跟各位讲了 好 一路追踪 到近期而言的话创波段新高 到近期而言的话创波段新高 ETB的高速传出界面的 来 4966 的F普瑞 来 近期而言股价也是创新高 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来也是1月底 走B转之后整理以后创高 他有机会创高 都是事先讲 拉回涨买点 多方格局没有改变啊 你一样拉回涨买点 你买到主流股的话就等于是你可以赚到大钱 那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的一档小型股啊 好 今天一样创新高 我们一样持续来验证 因为小型股的部分啦 股本小 筹码比较集中 所以我们不方便在节目里面先行预告 但是你有兴趣的 你愿意参与的话 我们会利用拉回的时候 来帮各位来做出个介入的动作 来 污点网 落转强 这叫技术面 这叫技术面 操作股票要看基本面哦 他是物联网当中的能源侦测无线模组的 好 那从这天老师开始跟你讲落转强以后 到这天创新高 涨停板创新高 好 那时间来到2月24号到今天为止 这张股票还是上涨1块1哦 持续的创新高 持续创新高 颜老师认为物联网的商机 你要注意到能源侦测无线模组 这个商机的部分的话 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后面的一个操作的话 我们就会着重在所谓的小型股 小型股的部分的话 由颜老师亲自的来拨电话给你 那你之前这份资料没有拿到的 那这边已经打开了2档股票 好 剩下这边还有3档股票 好 我们会找到一个时机点的话 我们一样会带领我们的会员 去做出个操作 那这一次的一个操作 你没有办法加入的 那老师欢迎你二度来验证 好 这边还有2档股票 那你要注意第一档股票 现金股利的部分 应该会做出个调整 那如果调整有利多消息的话 这档股票有机会在近期之内 它会发动 就跟所谓的旺席一样 它会突然的发动 那这两份资料 目前为止都开放给投资朋友们 那如果说你有需要开盘巴法的 前面10位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新会的部分 拉回找买点 新的投资组合三党 尤严老师亲自通知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最加速加速同时 这就是我们这种信用彩虎品 自负投资 自负投资 你才可以有大证则 每个人的材童 运达投顾颜老师 顶级追荣VIP 买一送六八 运达投顾颜老师 即刻请现实回馈168 最佳02-2781-0909 2781-00909 运达投顾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对境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派市累积绩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运达投顾 智库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多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多数位有限电视 0809-096-111 早尿身办更多优惠哦 老公 又再找房子了 对啊 不然等投资客来看下 咱们就永远要变成无可光 别担心 报纸上说 房地合一课税新制 要实施了 以后投资客要交很多税呢 房地合一 105年1月日起 不动产的交易 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税制 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 总价值来计算所谓